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水峰智慧讲堂 近年来,中国的离婚率常直线上升 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了离婚 不得不说,这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要知道,在以前的时候 中国奉行的是传统的婚姻观念 离婚率是非常低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口流动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使得婚姻缺乏了内在的聚合力 很多新生于代的人 在婚前并没有做好心理上的角色准备 男人不知道如何为人夫,为人序,为人妇 女人也不知道如何为人妻,为人喜,为人母 不太明白婚姻家庭的经营之大 婚后还停留在未婚的心态 甚至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导致婚后的生活冲突频发 家庭动荡 在叶老师那么多年的 谨询服务的时间中 我发现虽然现在的社会 离婚率高居不下 不过有一些地区是比较例外的 比如说潮汕地区 离婚率在全国范围内一直都是最低的 为什么潮汕人会有如此之低的离婚率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言语 潮汕人认为婚姻的宗旨是接两性之好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当地人有一个传统的风俗习惯 就是结婚之前 一定要给男女双方合婚一下 来作为评估这个婚姻 是否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合婚有什么好处呢 易老师说 第一 合婚有利于客观的 理性的对待感情和婚姻 通过合婚呢 我们能够解读清楚 男女双方性格上是否互补 孕肠能否同步 夫妻公的信息是否匹配等等 让您能够更理性的对待这份感情和婚姻 更加充分的去感受和磨合对方 第二 可以让情侣夫妻双方更好地认识对方 合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通过性格的分析 大运的分析等等 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性格特点 处事的风格 人品 德行等等 生活中遇到了矛盾等等呢 就可以让彼此更好地去理解和沟通对方 比如说 一个男孩子呢 是比较内向的 不善于表达的人 而女孩子呢 又是一个外向 活跃 性格呢 比较极帅的人 那么双方都清楚了 就可以更好地去包容对方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可以通过合婚呢 化解夫妻之间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易老师所说的不利因素呢 并非指相客 而是指爱人之间呢 自带的一些不利于婚姻的信息 比如说男方呢 配偶工逢出 或者是呢 女方呢 关心受客等等 多多少少呢 都会给婚姻呢 带来一些是非和矛盾 通过合婚呢 也能够看到这些信息的 提前知道这些信息 就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化解 比如说婚房的装修布置 结婚日子的选择 晚婚晚遇等等 有很多的方法尽可能去淡化 第四个呢 可以通过合婚呢 最大限度的发挥彼此之间的优点 比如说男方擅长什么 女方擅长什么 男方更适合理财 还是女方更适合理财 谁更适合主内 谁更适合主外等等 通过这些分析呢 可以让夫妻之间呢 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 更好地发挥家庭组合的优势 这也是经营婚姻的智慧啊 那么有网友就会来问了 哎呀 易老师 你说了那么多合婚的好处 如果合婚之后发生两人不合适 就能say goodbye了吗 其实呢 不然 合婚并非要拆散两人 合婚的结果不好 可以提前的预防和化解 趋吉必修 这才是一种长手负责人的心态 这样对经营婚姻呢 是大有弊意的 易老师说啊 即使呢最完美的搭配 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呢 也不可能一点摩擦也没有 爱情呢 并不一定需要婚姻 但是呢成功的婚姻 一定要良好的感情基础 俗话说得好 没有一百分的另一半 只有五十分的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呢 互相的保佑 互相的理解 才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大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在婚姻感情上啊 遇到类似的问题 可以关注易老师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